6月13号香港有线电视第一台正值开台 大艾斯徐熙元与小猪罗志祥专程来港祝贺 同时到场的还有不少当红艺人 大艾斯和小猪合作的爱情偶像剧 转角遇到爱将在有线第一台首播 两位主角自然少不了送上一份大礼 祝有线台永远做装 不过大艾斯没有浪费机会 向大家告起了状 原来在拍这部地势剧时 小猪可没少欺负他 小猪也是一个特别搞笑爱做坏的人 那大家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被他捉弄过在拍戏的时候 在这我正好可以跟大家告状 因为小猪在剧中是演那个欧蛙间王子 然后我们在拍剧中是很浪漫 两个人在谈恋爱 然后一部拍戏的时候他就问我说 我把这个欧蛙间如果倒到你头上 你会怎么样 然后立刻那个浪漫的感觉就没有了 然后我就生气说那我就会打你 他就说那如果我再打回去呢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吵架 尽管两人打打闹闹 感情却是非同一般的好 才两个晚上不见 就已经有如隔三秋的感觉呢 看来大艾斯和仔仔感情不合的传闻 少不了小猪的插足 其实你们两个有多久没见呢 多久 两天前 有两天没见 两天没见 很久了 很久没见了 对啊 两天没 两个晚上很难好 你还在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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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转角遇见了谁 是否有爱情的美 爱转角以后的街 能不能由我来陪 爱转角遇见了谁 是否不让你流泪 也许陌生到流泪 让我来当你的谁 我不让爱掉眼泪 不让你掉眼泪 现在永远 依旧是我 噢 浴室 文静 合体 刘 Phase